MIRROR成員陳瑞輝仍外圈外女友Christy之後風波不斷 女方的黑歷史越揭越多,指她曾經是小三專業戶 29號是Frankie的36歲生日,她的歌迷會在沾沙咀舉行生日展 又有巴士站登箱及巴士車身廣告應援 除了粉絲有心之外,消失多時的Christy也相當有心 在男友生日兼Anson Conn演唱會頭場的前夕 將社交帳號由私人轉為公開,並搶長文回應近月的風波 Christy 解釋之前的黑歷史是自己有心造假 全英知道自己的社交網朋友中有內鬼偷逃爆料 所以刻意設局捉鬼,她發出四點澄清 第一點是她早在2021年已經被人誣衊喜歡搶人男友,生活淫亂等 又被偷泳衣上及跳舞上抹黑,估計是屬人CATO所謂 第二點她就說,現時網上流傳的對話截圖限時動態 包括自己親口承認做小三等,大部分都是假的 是事前已經和Frankie夾手,引內鬼現身 第三點她說,直至今年6月和Frankie公開戀情之後 這個內鬼終於出手,表示有部分的相片是對方改圖 亦有部分的相片是列造出來,又指對方一直處心積慮 又原本只是想搞死她,去到現在合同哀人 想搞死她男朋友和MIRROR 第四點Kristi表示在6月上新聞之後,無聊的情況更加嚴重 又推出可能是因為自己做過傳銷,對方的家人 亦曾經被傳銷騙了幾十萬,所以成為法師對象 雖然Kristi為自己洗白,但大部分網民對她所說的事 都採取不信任的態度,又指她在男友生日出來搶風的做法不應該 到處都採取了